说起深宫里缠绵翡翠的爱情故事,仿佛怎么也绕不开顺志帝和董厄妃这一对,董厄妃离开后顺志伤心欲绝,并追封他为皇后,事实上,顺志帝追封心爱之人为后的举动并不是首创,在他之前,有一个皇帝也做过相同的事情,这位皇帝名叫赵真,他在心爱的女人死后追封他为温城皇后,从舞女逆袭贵妃,死后追封为皇后,被宋人宗爱到骨子里的温城皇后,究竟有什么魅力? 这里是锐历史,订阅我,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赵真一生有过三个皇后 第一个是嫡母应塞的郭皇后,郭皇后刁蛮跋扈地打了她一巴掌,将她废了 第二个皇后是高门之女曹皇后,曹皇后谨慎律己,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皇后,赵真信任她,敬重她,却唯独没有爱 第三个温城皇后是赵真自己追封的,虽然她有点任性,有点恃宠而骄 但赵真偏偏对她用情最深,看她最顺眼 可是,温城皇后红颜薄命,三十一岁那年就香消玉云了 赵真悲痛不已,竟绰朝七天,她无法接受心爱之人,就这样离她而去 作为皇帝,她没办法掌控人的命数 只能给心爱之人一个她能做的极致,她在心爱的女人死后,追封她为温城皇后,并大封其父其母 有的人虽然活着,但在赵真心中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在赵真心中一直活着 温城皇后自幼在宫中,温城皇后又是丧妇,她的母亲能歌善舞,有幸入了齐国大长公主的眼,也就被选入公主府做一名舞女 幼年的温城常常跟着母亲一同去公主府,一来二去 齐国大长公主也就注意到了这个长得娇俏的小姑娘 后来,大长公主觉得她很有前置 她的一句话,小温城就被送入宫做了岳女,由于年纪较小,由宫人假世代为抚养 宫中应有尽有,小温城一天天地长大,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在宫人的教导下,她也变得像母亲一样能歌善舞,虽然不足以轻薄清承,但也是各种巧处 皇宫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麻雀变凤凰,凤凰变麻雀,得了天使 地利,人和,宫女摇身仪变成了抚仪天下的皇后的故事并不夸张 温城就是一个妥妥的例子 一次宫中宴隐上,赵真一眼就看中了温城 赵真被温城迷得神魂颠倒 因为这场相遇,温城开始了她畅通无阻的进风之路 赵真非常喜欢这个心得的美人 温城的出现让后宫的其他妃嫔瞬间变为雍之俗粉 只有她一个人美得清心脱俗 这种美没有攻击性,一瓶一笑间都让赵真喜欢不已 有了赵真的宠爱,温城在宫中的日子过得更加舒服起来 还生了一个公主,赵真非常高兴 立马生了温城的位分,将她封为才人 后来,温城又生下了几个公主 虽然最后都夭折了,但她风光无限 以为人母的她也成了后宫中位分仅次于皇后的女人 当年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月女,谁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她会变成尊贵无比的贵妃娘娘 温城得到独宠 温城当上贵妃后,过得十分滋润 赵真独宠她,让她在仲嫔妃面前尾巴都翘上了天 曹皇后是个好相处的,待后宫之人和善大方 这个时候,还是贵妃的温城仗着赵真的宠爱 想要借曹皇后的仪仗出行 也许是故意挑衅曹皇后 也许是女人的虚荣心作祟 让她完全忘记了身为贵妃,不能渐阅理智 但曹皇后还是慷慨大方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心想事成的温城非常兴奋 这一兴奋,就让她跑去赵真面前分享 赵真听了这时候非常不快,告诫温城 后宫有后宫得一张,上下有志 辱张之而出,外庭不辱志 温城听了有些不乐意,但赵真难得训斥她 且也是为了她好,后来她收敛了许多 温城受宠在宫中,那是人尽皆知 皇后固然有劳不可摧的地位 但她有君王的宠爱 所以有些宫女犯了小错,也会到她面前求求情 她吹吹枕边风,皇帝也就饶恕了他们 她在宫里过得如鱼得水 这时候就想扶持自己的家族 她想起了自己伯父张瑶佐 她的生父在她幼年时就已经离世 对于这个伯父,她一向敬重 现在她有身份和地位了 自然也想让亲人跟着自己沾沾光 于是她向赵真说出了想要她伯父做宣徽使的心愿 赵真听了,又不是摘天上的星星 这点心愿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 当即就答应了温成 一日上朝前,温成送赵真到店门口 还不忘叮嘱 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 瞧着温成那紧张的模样 赵真摸摸她的脑袋 笑着点点头 放心,放心 可惜,温成的这个愿望落了空 赵真在朝上想马上实现宠妃的心愿时 包整立马站了出来 铁面无私的包整反对 于是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 阻拦了赵真的想法 包整慷慨极昂 唾沫都飞到她的脸上去了 她开始后来答应温成 最后赵真只得挥挥手 打消了这个念头 满怀欣喜 等着赵真下朝的温成一听事情没办成 顿时垂头丧气 赵真是个人和宽厚的明君 对于那些大臣的谏言 素来是非常重视 这一次碰上了包整 他只能自认倒霉 早早香消玉云 一时得君王宠爱 那不足为奇 但能得了君王十数年的宠爱 那就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温成虽然没有什么大局意识 但他对对赵真 确实是真爱 从不藏着掖着 有一次 恰好碰上宫中叛乱 温成得了消息 立马跑去赵真寝殿 看他有没有受伤 赵真十分感动 他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会不会遇上叛乱君 反而担心赵真 只想确认他是不是毫发无伤 为了他 他多勇敢 可谁也没想到 为爱勇敢的温成 会这么年轻就去了 年仅31岁的他 在皇宫里香消玉云 按理说 温成应该以贵妃治理下葬 可温成是赵真宠了 十几年的女人 他想给最心爱的女人 更高的位分 他打定主意 要追封她为皇后 按照皇后治理下葬 这一次 他没有因为大臣的上见 而打消自己的念头 宫外曾有个郭妃后 宫中如今也有个曹皇后 但只有这个温成皇后 是赵真心甘情愿册封的 温成陪了他十余年 他想要给这个女人 至高无上的荣耀 哪怕有流言蜚语 他也在所不惜 所以他写晚词 追封其父亲 保留其宫殿 这一桩桩 一件件 只是为了告诉 怕他的心意 哪怕他已经听不见 温成的这一生 算是足够幸运 他碰上了 对他一见钟情的赵真 凭借着他的宠爱 飞上枝头 变成了凤凰 虽说他人死了 但他永远活在赵真心里 在他活着的时候 只做一个赵真喜欢的 贵妃娘娘就好 跳舞 唱歌统统随意 不用如皇后一般 辛苦地操持后宫事宜 香消玉允后 又有万人之上的皇帝 不顾群臣劝谏 执意追封他为皇后 绰朝几日 还预至殿陵墓 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欧阳修 为他写过这样一首晚词 早窗诸户暖生烟 不绝新春换故年 众会争严靖四太 却寻一记独一然 自古红颜多薄命 温成皇后也是这样的人 然而 几百多年过去了 这个女子已经被历史淡忘 能想起她的 不是通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欧阳修的那一首晚词 就是在提起宋人宗赵真时 才会瞥到一眼 她曾经有过一个心爱的女人 被她追封为温成皇后 那里有个君王的爱情故事 仅此而已 宋人宗对己克己赋礼 但对于张氏 则是屡屡打破她的克制 宠爱至极 宿水纪文 记载 温成皇后 伯父张瑶佐 数年间为三思史 天章阁代志 三思史 淮海军节度史 宣辉史 死后更是被追封为了清和郡王 温成皇后的母亲 被封为齐国夫人 树弟及童母义父的弟弟 也都败官 宗族赫然俱贵 就连后来在宫中 抚养张氏的宫人贾氏 都被人尊称贾夫人 温成皇后的一生 虽少师孤苦 但幸有人宗宠爱 作为一名古代后宫女子 一生还是平顺幸福的 据传 家有八年 宋人宗弥留之际 还念到张氏 期待离开人世后 能在那边见到张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